欠物业费是不是老外 我想问问大家 欠物业费是不是老外 我之前发视频说 我欠物业费 欠了六个月 六个月没有给物业费了 因为我没有收入 我哪里有钱给 这六个月我都在失业了 没有收入了 没有工资了 我没有钱给 所以我就欠了六个月 到现在还没给 有人说在我视频下面说 老奈 说我是老奈 为什么会说我是老奈 我就搞不清楚 物业可是他自己来帮我服务的 他自己来服务的 并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就来给我做服务 而且他的这个物业费 也不能停 不能停 就算我不住在里面 我回老家 回一两个月 回来还是得把这个物业费给补了 我觉得这个就不公平 为什么就不能停 你一直在那里收收收收 每个月都算物业费 然后不给 还说我是老奈 我不知道你说我老奈的那个人 你是物业的工作人员 还是老百姓 我觉得不管你是物业人员还是老百姓 都摸一摸自己的良心 你做好物业给我们服务 你觉得你服务的周到吗 楼下的那些草坪啊 那些绿化呀 我看都不绿呀 都黄黄的 啊 你再给我做服务嘛 更何况呢 我不需要你来给我做服务啊 说真的 我可以自己做服务 我可以自己去打理的 啊 真的可以没有物业 我可以真的取消物业 真的可以取消物业的 真的 但是为什么总的会有那么一两个人啊 会站在物业角度来说话呢 啊 我不给物业就说我是老奈 我怎么就成老奈了 我又不是欠你啊 钱又不是给你借钱了不还 是你自己来挣我的钱啊 我没钱给你就说我是老奈 你觉得合理吗 一点都不合理啊 啊 这物业啊 我觉得压力还是挺大的 像我没有收入半年 没办法给呀 是吧 我说这段时间能不能给我停 等我有工作了 有收入了 再拿给你 再拿给你们物业 哎 它也不能停 不能停止 而且物业费也挺贵的 这是按照面积来的 也不是按照外面来的 我这搞不懂 为什么要按照我家市 我家买房的这个面积来呢 啊 我买房啊 买的比较大 140平的 然后物业费呢 就将近300块钱 公摊面积也挺大的 公摊面积 外面的这些公摊面积啊 比那些小货型的都大 公摊面积是谁享受的更多啊 是吧 大家都一样的享受而已啊 但物业费为什么就要 啊 要按我买的这个面积呢 你又不来帮我家里面做服务 又不在我家里面做服务 按我买的面积来收 我给不起来收 我是老赖 真的是不知道这社会怎么了 给物业这群人赚钱 赚了盆满钵满 一个小区 一个月 至少挣几十万吧 几十万啊 肯定是有的 但你发工资 给扫地的那些人 你才发工资